晶莹的眼泪在小芳如花般的脸颊上流下来,发生了什么事,竟让小芳这般痛苦流泪呢? 早上还开心地吃着香蕉,欢快笑着,不知是什么不见了,让小芳焦急起来,这里太贫穷了,到夜晚一片漆黑,一个路灯也没有,这么漆黑的夜晚,小芳孤身出来又在寻找什么呢? 清晨,金色的阳光刚刚洒落在小芳的屋子上,小芳和她的女儿就早早地醒来了,他们静静地坐着,身旁的小女孩还在甜美的梦乡中沉睡,真是个小懒猪啊,太阳都晒屁股了 过了一会儿,小女孩终于悠悠醒来,看到小芳和小妹妹正在开心地笑着,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于是,他们三人欢快地坐在床上,相互嬉闹着,用笑声迎接这美好的一天 早饭还没来得及吃,小芳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她走到门口,摘下挂在那里的香蕉 经过长时间的亮晒,这些香蕉已经熟透了,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小芳和小女孩尽情地享受着这份美味 她们坐在一起,开心地吃着香蕉,每一口都充满了满足感 尽管只有几根香蕉作为早餐,但她们却格外珍惜这简单的幸福 小芳一边吃着,一边也不忘给怀里的女儿喂奶 她用温柔的目光看着女儿,将母爱通过哺乳传递给她 这个小小的瞬间充满了亲情的温暖,让人感到无比温馨 在这个清晨,尽管生活简单,但小芳母女与女孩之间的感情却无比浓厚 她们用微笑和快乐填满了这个早晨,让平凡的时刻变得格外美好 无论生活条件如何,这份感情都是最珍贵的财富 小芳手提水壶,脚步匆匆地走向菜园,准备给菜苗们浇水 当她来到菜园时,目光落在了那一片种植的小菜苗上 她仔细观察着它们,突然间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对劲 她的心中猛地一惊,焦急感油然而生 小芳的手颤抖着,更加仔细地查看每一株菜苗 绝望地发现大部分菜苗都已经被虫子摧残得面目全非 小芳原本想要在孩子面前忍住悲伤的情绪 但最终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悲伤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 这些菜苗使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花费了不少钱财精心种植的 如今却在一夜之间全部回损 这样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她内心的悲伤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在这一刻化为泡影 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 更是对她辛勤劳动的一种否定 她默默地坐在菜园里,泪水不停地流淌 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失落 小芳拿来废弃的轮胎 打算将它们当作花盆 用来装土,种植一些植物 女孩帮助小芳一起摆放着轮胎 她也重新振作起来 尽管遭受了挫折,但她不会轻易放弃 她将从这次经历中吸取教训 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尝试 寻找更好的种植方法和防虫措施 挫折只是暂时的 而坚持和努力才是通向成功的关键 小芳紧握着锄头,努力地除着土 她打算将这些土除松 然后装进麻袋,用于种植植物 在一旁,小女孩非常懂事地帮着小芳 她牵着袋子,协助着小芳 尽力确保袋子的位置合适 方便小芳将泥土装入 小芳专注地挥动着锄头 每一次锄入土中都发出清脆的响声 小芳和小女孩之间的默契配合 让整个过程变得更加顺利 小女孩的懂事和乐于助人的品质 让小芳感到无比欣慰 她们共同努力为种植植物做好准备 在这个简单而和谐的场景中 小芳和小女孩一同体验着 劳动的乐趣和意义 她们的合作不仅培养了 彼此之间的默契 更让她们懂得了 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小芳轻轻地将女儿 放在一旁的学步车里 确保女儿做好安全后 然后全神贯注地 开始了装土的工作 她不辞辛劳地 将除松的泥土 一麻袋一麻袋地搬运过来 然后利落地倒入 准备好的轮胎花盆中 每到晚一次 她都会仔细地挑出 泥土中夹杂的树枝 确保轮胎中的泥土 适量且质量上升 她专注而细致地处理着泥土 似乎忘记了方才的哭泣 她的心中怀揣着 对美丽家园的热切期望 干净利索地 装着眼前的一个个轮胎花盆 她渴望种植一些绚丽多彩的植物 让家园焕发出 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她深知 这些除松的泥土 将为植物提供理想的生长基础 助力它们茁壮成长 小芳全心全意地 给轮胎花盆装填着泥土 她的努力和用心 仿佛为这些泥土 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 她满怀期待地憧憬着 不久之后 这些植物将在她的悉心呵护下 蓬勃生长 为家园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 她的心情付出 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喜好 更是为了营造一个 温馨而美好的居住环境 为家人 更是为了自己 带来一份绿色与希望 小芳用自己的双手 精心打造着这个 充满生机的小天地 小芳一边忙碌地 进行着庄土的工作 一边不由自主地 想起了最近的事情 她发现阿强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来看望她了 甚至连过年这样重要的时刻 也是她和女儿独自度过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 却依然没有阿强的任何消息 小芳的心中 渐渐涌起了一丝失落 她原本期待着 阿强能够陪伴在她和女儿身边 一起分享生活的点滴 然而 现实却让她感到有些孤单和无助 小芳深吸一口气 默默地装着土 试图将失落的情绪放在一边 她知道自己 不能让这种情绪 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尽管心中有些难过 但小芳决定 不让这种情绪困扰自己太久 她相信 时间会慢慢治愈一切 她也会找到 属于自己和女儿的幸福 小芳正准备给花盆继续装土 就在这时 她突然意识到 坐在一旁的女孩不见了踪影 她的心猛的一紧 一种恐慌涌上心头 她匆忙地四处张望 焦急地寻找着女孩的身影 她心急如焚地 在屋前屋后 里里外外找寻了个遍 却始终没有发现 女孩的蛛丝马迹 她的心情愈发焦急 自责和担忧交织在一起 小芳急忙将东西收拾好 放进屋子里并关好门窗 她心急如焚 迫不及待地准备出发 去外面寻找女孩 一路上 她的心如焚 对自己没有看好女孩 感到无比自责 夜幕降临 小芳依旧没有找到女孩 夜晚的村庄一点亮光也没有 小芳只好点燃火把 艰难地在路上寻找着 她脚步匆匆 脑海中不断浮现出 女孩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每一种可能都让她的心跳 更加急促 她后悔自己的疏忽 担心女孩的安全 同时也不断祈祷着 女孩能平安无事 小芳来到村民家 挨家挨户地打听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 她与村民们交流着 详细描述女孩的特征 希望能够唤起她们的记忆 小芳刚刚得知了女孩的位置 她迫不及待地迈开脚步 急忙向前赶着 终于 她来到了那间屋子 当看到女孩的那一刻 小芳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终于落地 她长长地松了口气 只见女孩安静地 依偎在一名男子的怀里 男子的神情充满了慈爱 经过一番交谈 小芳了解到 这位男子正是女孩的父亲 她感到无比的高兴 原来女孩是找到了父亲 并跟她回家了 小芳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 她忍不住哭笑不得 一方面 她为自己之前的担心和交集 感到有些好笑 另一方面 她也为女孩能够安全地回到父亲的怀抱 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她深知亲情的重要性 看到女孩和父亲团聚的那一刻 她内心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小芳的女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长这般大了 小孩子长得就是快 看着鬼机灵都会耍宝了 看妈妈干活 也忍不住凑上去 真是个好奇宝宝 小芳对女儿真是没话说 晴天也怕阳光晒伤了女儿娇嫩的皮肤 自己晒着太阳 也要给女儿撑着伞 省吃俭用下的票子都给女儿卖新衣服了 一点都不叫女儿委屈 这小家伙可得偷着乐 有这般好的妈妈 小芳也只对女儿这般大方 自己却连个发家都斟酌再三舍不得买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向快跑 这是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 她深刻地表达了母亲的伟大和珍贵 小芳 一个仅有二十岁的年轻母亲 也不例外 尽管她的年纪上轻 但作为母亲 她将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给予了她所能给予的全部爱 不让女儿受到一点委屈 即使在婆婆家时 婆婆对孙女有着诸多的不喜 小芳依然竭尽全力 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她用坚强的意志和无尽的爱 为女儿筑起了一道温暖的屏障 小芳明白 母亲的责任不仅仅是照顾孩子的生活 更是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安全感 她用温柔的拥抱和耐心的陪伴 让女儿感受到母爱的温暖 小芳专注地在屋前忙碌着 阳光越来越热烈 她立刻停下手中的火 为女儿撑起了一把伞 这把伞如同一道屏障 被小家伙遮挡住了刺眼的阳光 防止她被晒伤 小芳心中满是对女儿的疼爱 仿佛女儿是她生命中的小公主 她不顾自己 毫无顾忌地在阳光下劳作着 只希望女儿能免受烈日的清醒 看着小芳在这边辛勤淡活 小家伙却坐在伞下的学步车里 美滋滋地享受着庇护 这一幕让人不禁感叹 小芳对女儿的呵护之身 她将女儿当作心肝宝贝一样疼爱 用无尽的关怀和照顾 为女儿创造了一个温暖的成长环境 生活中可能会有压力和困难 但小芳从不退缩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为女儿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 母亲是世上最伟大的生物 她们的爱是无私的 无尽的 小芳以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母爱的力量 小芳正全神贯注地 将一颗颗植物苗种在准备好的轮胎花盆中 仔细地确保 她们的根部被土壤完全覆盖 她心怀期待地 看着这些幼小的生命 希望她们能茁壮成长 为周围带来生机与活力 一旁的女儿坐在学步车里 好奇地注视着母亲手上的动作 小家伙那鬼灵精怪的样子 简直可爱极了 小芳对女儿如此爱护 不仅仅是因为她身为人母的责任 更是因为女儿是她和阿强爱情的结晶 她深爱着阿强 这份爱也自然而然地延续到了女儿身上 女儿是她们共同的心肝宝贝 是她们爱情的见证 小芳用心呵护着女儿 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母爱的温暖 看着女儿天真无邪的笑容 小芳心中充满了欣慰和满足 她知道 这份爱将伴随着女儿成长 成为她人生中最坚实的依靠 小芳终于完成了所有植物的种植 她一边单手抱着可爱的女儿 一边用另一只手拿着水壶 细心地给植物浇灌着水 这个小家伙真是太粘人了 一要抱抱 小芳就无法忍心拒绝 她只好抱着女儿 继续给植物浇水 尽管这样的动作有些不方便 但小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她享受着与女儿的亲密时光 同时也不忘照顾她心爱的植物 天空逐渐阴沉下来 小芳计划前往集市购买一些必需品 随着春天的到来 天气渐渐转暖 小芳心中首先想到的是 要给女儿选购一些新衣服 小芳在集市的地摊上 仔细挑选着合适的衣物 她专注地检查着衣服的质量 小芳自己身上的衣服 已经穿了很长时间 却一直没有更换过 她将节省下来的钱 都用来给女儿买衣服 每天都把女儿打扮得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的 她用心地为女儿挑选着 希望能找到既舒适又时尚的衣服 她注重衣服的质地和款式 希望女儿穿上后 能开心自信地度过每一天 小芳对女儿的爱护和关怀 异于言表 她宁愿自己简朴一些 也要让女儿感受到温暖和美丽 她的付出体现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女儿拥有一个快乐而美好的童年 在这个过程中 小芳并不在意自己的穿着 她的心思全都放在了女儿身上 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母爱的真谛 小芳来到蔬菜摊位前 仔细地挑选着青菜 她打算买一些 回去给女儿煮一些美味的青菜粥 她明白 光是喝奶是不够的 需要逐渐让女儿尝试一些健康的食物 小芳心中有着明确的计划 她希望通过饮食来为女儿提供全面的营养 青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对女儿的成长发育非常重要 她专注地挑选着那些最娇嫩 最鲜绿的蔬菜确保她们的品质和新鲜度 小芳的目光中透露出对女儿健康的关切和爱护 她深知健康饮食对于孩子的重要性 因此不遗余力地选择最好的食材 带着挑选好的青菜 小芳满意地离开了蔬菜摊 如今小芳的生活中处处都有着女儿的痕迹 每次外出她的心中总是惦念着女儿的需求 无论是出门购物还是劳作 小芳的脑海中总是优先考虑女儿需要什么 她会细心地记住女儿喜欢的零食 玩具和生活用品 然后努力满足她的小小心愿 当小芳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 她只是心疼地看几眼 却从不轻易购买 她宁愿把票子省下来 为女儿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教育 小芳深深地爱着女儿 她希望给予女儿最好的一切 她愿意牺牲自己的喜好和欲望 只为了让女儿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种无私的爱让小芳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 她愿意为了女儿付出一切 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票子 在她的心中 女儿的幸福和快乐是最重要的 这么一个四处漏风的竹屋 小芳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这般寂静深山里 她们母女相依为命 也是心酸 这里可谓是家徒四壁 看不到一点电气的痕迹 每日都靠小芳种植蔬菜售卖 外出寻找可食用的食物过活 这便是她们在越南最真实的生活了 小芳也很孤单 她每日都是一个人待在这个寂静的深山里劳作 也不知道她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春回大地 天气慢慢回暖 小芳在这四处漏风的小屋里 总算熬过了漫长的冬天 在这与世隔绝的深山 她和年幼的女儿相依为命 已经度过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光 这里静谧地让人感到有些害怕 四周杳无人烟 小芳时常被无尽的孤寂所笼罩 她对阿强的思念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她多么希望能够回到阿强身边 重温一家团聚的温馨 然而婆婆的威严 却如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横在她的心头 当初小芳是被婆婆无情地赶出家门的 婆婆的严厉与冷漠 让小芳心生畏惧 她深知要回到那个曾经的家 并非一世 每一次想起婆婆 她的心中都会涌起一丝恐惧与无奈 小芳渴望有一个完整的家 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地方 她希望能够和阿强 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 为女儿创造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 她期盼着有一天 所有的矛盾都能化解 家人能够重新团聚 共同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在这寂静的深山里 小芳默默地祈祷着 期待着那个完整家庭的梦想 能够成为现实 在如今的状况下 小芳只能全心全意地照顾着 她和阿强的女儿 作为一位单亲妈妈 她感到无比的无奈 由于贫困的家境 小芳从小就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知识的匮乏 使她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 在有了年幼的女儿后 她只能选择留在家中相夫教子 这也是绝大多数越南农村女性的普遍生活状态 然而现在小芳独自生活 失去了阿强的照顾 她觉得日子变得更加艰难了 尽管她非常勤劳 但带着女儿一起劳作 确实带来了很多不便 小芳内心深处 并不想离开阿强 她对她有着深深的依赖和爱意 然而婆婆却嫌弃她出身贫穷 不接受她作为媳妇 这种嫌弃让小芳感到痛苦和无助 她不知道如何才能改变婆婆的看法 重新赢得婆婆的认可 小芳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压力 她非常渴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和女儿的未来 然而现实的条件却不允许她这样做 她深感自己早已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由于家庭的贫困 她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 知识的匮乏成为她追求独立的一大阻碍 这使得她内心充满了遗憾和无奈 她明白知识是改变命运的钥匙 但却无法轻易获得 小芳感到自己被命运的枷锁束缚着 无法挣脱 她渴望为女儿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但又感到力不从心 这种内心的挣扎和无奈 使她的压力不断积累 小芳正卷缩着身子蹲在地上 在菜园里仔细地摘下一颗颗打头甜菜 这些菜对于她和女儿来说 是生存的希望之源 平时小芳自己都舍不得吃这些菜 因为她要把它们拿到集市上去卖 用换来的票子购买一些大米和女儿需要的物品 小芳对女儿从不吝啬 她愿意倾尽所有来满足女儿的需求 唯独对自己苛刻 她宁愿委屈自己 也要确保女儿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 这些大头菜是她平日里精心照料的成果 她用心呵护着他们 期待着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小芳心里很清楚 与阿强重新在一起的想法几乎是一种奢望 生活的现实让她不得不为了生计而自己做一些小生意 她明白 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 才能给女儿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 在菜园里 小芳默默地劳作着 她的汗水滴落在菜叶上 与土地融为一体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无奈 她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长 充满了挑战 但为了女儿 她愿意付出一切 许多人对自己当前的生活并不满足 然而小芳却觉得自己与他们相比 他们已经非常幸福了 在他们所在的越南 能够保证每天三餐的温饱 偶尔还能品尝到肉类 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小芳在二十岁的年纪 就已经结婚并生下了孩子 如果有选择的机会 她当然也愿意学习知识 追求独立 然而现实并没有给她这样的机会 她深知生活的不易 明白在这个环境中 温饱是最基本的需求 也是许多人努力 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和机会都不同 小芳只能以一种坚韧和知足的态度 面对生活的现实 若是屏幕前的你们 有选择学习的机会 一定要把握住 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你所不屑一顾的机会 可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 小芳弯着腰 在菜园里仔细地捡食着残留的菜叶 一片一片地放入盆中 这些菜叶都是在采摘时不小心遗留的 但小芳并不想浪费任何一点资源 她心中盘算着 要将这些菜叶充分利用起来 她打算把它们喂给自己养的小鸡 这样不仅可以填饱小鸡的肚子 还能节省一些饲料 而且菜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对小鸡的健康成长也有好处 她对自己养的小鸡们充满了关爱和责任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他们健康茁壮地成长 这种节俭和利用资源的意识 不仅体现了小芳的勤劳和细心 也让她在有限的条件下 尽力创造更好的生活 在小芳的悉心呵护下 小鸡们健康而茁壮地成长着 看着他们日益强壮 小芳的内心充满了欣慰 她如今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尽心尽力地照顾好自己的女儿 过好每一个平凡而美好的日子 对小芳来说 生活的真谛不在于追求繁华富贵 而在于守护身边的亲人 共享一日三餐的温馨 感受四季更替的美好 这便是她心中最理想的生活 也是这位越南小媳妇最真挚的心愿 也就是她心中最理想的生活